二位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 西安的观众馆 我叫西安二哥 马腾翔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西安相声老妖妇的相声演员 也是马腾翔先生的徒弟 我叫张冲 大家好 欢迎啊 西安二哥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师父二 这个二是包一词 为什么说包一词呢 因为这个二它是过于的真实 所以好多西安的朋友们 都说你过于的真实 所以给您起了名叫西安二哥 你就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 傻叫过于真实啊 他们设定吗 跟我们有关心吗 如果能够把相声演员 当作是我们邻居的二哥 这就是一种非常亲近的朋友关系 我不是在这儿这么看着你 您是好的大大艺术家 跟我们生活没关系 我也不是这么看你 您是舞台上的丑 我拿你当玩意儿 二哥 平等 非常亲切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这个有意思了 为公平而来 你们觉得什么是 你们心中的公平 没有绝对的公平 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因为他们这个节目组告诉我 他们这个节目是 最公平的 所以我就过来巡逻一下 既然来巡逻 你也得有个标准 你觉得我们这个相声比赛 什么样它就算公平呢 我认为啊 其实相声 它就是说给老百姓听的 它就是说给观众听的 好与不好 观众去评价 你相声又不是给专家创作的 你让专家在底下评 终究还是要演给观众看的 谁能管管我们观众喜欢不喜欢 所以相声好与不好 它这个比赛一定得是 观众认为它好 它就是好 观众认为不好 它就是不好 专家说它再好都不好 好 真直啊 它厚着沙发上还坐十个专家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个人认为啊 艺术形式就不是为了比赛 更多地让大家有展示的平台 您看看凡是成名成家 能够在这个历史上留下来作品 留下来美誉的我们的相声前辈们 都不是说靠某一次比赛的大奖 而赢得的 都是靠一个又一个的经典的作品 和扎实的表演 和老百姓的口碑流传下来 心态可以调整调整 但是我敢保证 今天我们现场还是公平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